Hello大家好 我是积木大神王大和 今天是你们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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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期待的积木时刻 今天要拼的大伙儿 故宫奇年店 不是我出 这个积木跟其他外面的积木还都不一样 因为这套积木是完全损某结构的积木 传统的损某结构拼接在一起 完完全全体现了我国华夏文明的 就冲着这个积木 我觉得你不点个赞 这个积木盒子呢 打开是以一个时间轴的形式 把损某结构的历史给大家简单标注了出来 这整个积木呢 是由起古坛和起年殿两部分组成的 为什么我不愿意再拍那些老外的那个拼图 就是因为老外的那些拼图 什么乐高啊什么的 动不动就少零件 详情请参见我上一次拼乐高的那个对角像 气死我了 然后呢里面还有一本这样的营造手册 封天成运皇帝赵约 封同公公为大内总管 亲此 天文静 我操你吗 按照我们的圣旨 来开始我们今天损某结构天坛的建造吧 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这种结构呢 是损某结构建筑里面最常见的一种 厌尾笋 通过厌尾笋进行的拼装 哦你别说它还是真的很稳 你这么拔是拔不下来的 你必须要原路退回才能把它给拆下来 这样一个厌尾笋确实已经很牢固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么前后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的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底下这个 错位锁定推进去 这一片就变得非常的牢固 完全没有任何的活动空间 这就古代工匠的智慧 真的建议大家可以把大国工匠打在公屏上 微缩的小栏杆就出来了 这个队叫做燕尾限定 就是要用这个结构 把它现有的笋帽全部卡住 就只需要把一个这样的结构 打进这个可能会活动 这个燕尾笋的凹槽里面 整个第一包的零件 就拼成了这样一个结构 二层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旗鼓台 就算是全拼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整体非常非常的精致 而且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笋帽结构 它就已经非常的结实 一整个整体不会轻易的散掉 我觉得这个积木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接下来拼 洗年店 在我装门的时候出现了第二种笋帽结构 到退损 哦 错位锁定 哇 贼皆是 太精致了 像一个陀螺一样 我发现这个整个旗鼓台的积木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而且乐趣 个人觉得要比乐高要高很多 它里面你会发现拼完以后 整个积木非常非常的精致 这每一个栏杆都做得非常的精细 零部件一定要求是非常精确的 每一个拼起来都是恰到好处的 这充分说明那是真的下了功夫花了钱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手工技艺 在评论里 爱他出你想跟他一起拼积木的那个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手工达人王大和 相信你们一定看到过这个视频 所以我特地牵手复原了一个3D小恐龙 虽然没有他那个大 但是呢 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小恐龙或许是太小的缘故 看上去并没有像视频里那么的真实 今天我们要完整复刻一个一人高的 玩喷火龙 首先呢 我们需要按比例画出一个喷火龙的图纸 然后因为我们并没有办法打印那么大的纸 所以呢 我们就准备把一张两米长的图 分切成A4纸的大小 一张一张打印出来 最后呢 以拼图的形式再把它拼起来 你爱不爱你爱不爱我 我问过你要不 那么这个小恐龙我们硬生生把一个折纸的玩具 给它玩成了拼图的玩具 玩成拼图的还需要自己画 最好的步骤 开身 I'm your fat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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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一米高的盯着你看喷火龙 那就算是做好了 虽然说做工略有些粗糙 但是我觉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仅仅只是做这么一个图纸 就是没什么意思 最重要的这个东西要拿出去能够整人 才能复合我的心理预期 走着 什么鬼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雪之子王大和 游戏王1103 很多人眼中的腿 但是抛开名神那个女人不谈 光是这里面的武装龙 那就值得我为情怀买自单了 因为我接触的第一部游戏就是GX 我相信像我一样的兄弟肯定不在手中 要不然公平上不会有那么多 我也是 对不对 这个1103从原本的一箱十百岁 变成了一箱九百 反正对于我这样的天选之子来说毫无压力 尽到一戳 赛与张方 老规矩 红利包 白岁陈底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第一个 护宝炮妖 气功 凯隆之圣骑士 这怎么看着像假卡 第一个闪出现了 SR的护宝炮妖的监视 这个卡图貌似是隔着一个屏幕 再看小时候的圣女和落印 护宝炮妖爆竹 那就是炮者 风魔女的新卡 电磁轨道炮 一击挨某 最后这个是铁兽战线的新卡 看卡图貌似是涂花的妹妹 按理说这一盒武装龙应该是主力 怎么到现在还没看 武装龙雷电LV3 我小时候组的第一套卡组就是武装龙 魔红神的新卡 光宝福 大概是什么样子 冰封风风魔女的新卡 只要不给我来个风魔女的闪就 游娃的闪威居然真的出了个风魔女 这就不想要啥赖啥呗 不过没关系 妹卡不亏 建议大家可以把王不亏打在公屏上 这一盒 战华终于出到鱼部了 效果贼有语 炼装 诶 乱破小夜丸 虽然也就是石块上下 但是妹卡 而且身材 诶诶 妹卡天下底 气光战华始略 大丈夫之一 这个卡图的背景是三国孝神曹丞相 在华容道召唤关羽的故事 天空邪鬼 诶 武装无白 虽然是S2的 但是卡图看上去 脸白 不亏 下一步 妖体 不语 武装炉雷电LV7 虽然只是S2的 但是这个卡图是真的帅 情怀不亏啊 这一会开到这里怎么都没见什么高汉出现 连立体UTR都没有见到 我操 说什么来什么 UTR的米拉多羽蛇 现在手坑 而且卡图相当好看 这不不亏 如果真的是说什么来什么的吧 那就给我出个白岁吧 出来了 白岁名神 妈爷 S2的魔红神 这个魔红神怎么看 怎么难受啊 魔红神也是神 名神也是神 俩人是一个单位的 不亏不亏 虽然上一包没看到那个女人 但是这一包 我感受到她的存在 出来吧 名神 真的出现了 虽然只是个UR的 但是这充分说明了 游戏王就是个声控游戏 这包不亏 那白岁的名神还会远吗 比拿大 UR的黄金狂 黄金国卡组的新终端 出这玩意其实不打亏卡 不亏 这个月简中也要出黄金国盒子了 坐等 白岁出现了 是不是那个女人 先看看是什么怪啊 是个笑国怪 不是那个女人了 难道是直播双子 也不亏啊 比拿大 白岁的手坑 这个价格也就是勉强回合了 不亏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产 就换成韩国的原因 感觉这个卡闪得有点过分了 有点像DIY的是咋回事 后面直接搞狐狸包 万一出白岁武装龙 那才是真正的不亏 比拿大 哎呦我去 这什么玩意啊 上一盒勉强回合 这一盒 狐狸包先搁着吸吸OT 吸泪 起手一个UR的S-Force 虽然也就是个白菜奖 但是 王不亏居然都找不到 开这个不亏的理由了 战花实略 大丈夫之夜 别想了 又一个UR的黄金狂 金灿灿了 一看就很绚丽 上一盒已经出了一个不亏的碎闪 这一盒 我愿意用十年桃花运换一个碎 不是 你等我说完啊 等我说完 白碎你再开啊 银碎的钻石中 三百变无色啊 足了足了 今天知道什么运 只剩最后三报了 全新名神 一定在这里 有没有HR 不 吕 布 吕 凤 仙 三家姓奴 SR的战花之盼 那这个效果最有意思的 谁场上的怪兽攻击力高 他的控制权就在谁手里 真的想不到 可乐美居然把凤仙老铁 刻画的如此的中英元柱 而不亏 最后红力包 有没有白碎武装人 就看这夜哆嗦了 必拿下